看着自己光溜溜的身体 不禁陷入了怀疑 同样是灵长类动物 黑猩猩的体毛几乎覆盖了全身 而人类为啥越进化 体毛越来越少呢 说法有很多 但这个应该会让你忍不住的脑痒痒 即寄生虫假说 不少人或许曾被狮子折磨过 而浓密的毛发 向来都是他们喜欢安家的地方 如果全身披毛 很难想象会有多热闹 为了从根源上避免 于是退毛就成了大势所趋 居住地不断地被缩减 慢慢地狮子出现了生殖隔离 科学家研究发现 这个时间点在120万年前左右 因此他们推断 这或许也是人类 开始退去全身毛发的时间 不过这并不是最主流的一种说法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 毛发退化与狩猎密切相关 虽然人类在进化中 解放了双手 并成功化身成了恐怖直立员 但论速度 还是比不上自然界的动物们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 耗死他们 持久战开始了 而捕猎时的高热状态 也让越来越多的直立人 因为中暑死去 能活下来的 反倒是那些毛发变少的突变个体 可为啥头发不仅没退化 反而越长越长呢 剃过光头的小伙伴 应该深有体会 如果头皮直接被太阳烘烤的话 会很痛 反之 要是发量很多 很蓬松 便能够增强隔热 而发量很少的我 自然也想拥有一头蓬松的头发 在朋友的利剑下 我用了这款 To get hair 托格海尔 海洋力量 顾发洗发水 它是意大利一个偏轻奢的 沙龙级洗护品牌 我非常喜欢 它恰到好处的蓬松感 吹干之后 还自带高颅顶 快步走在路上 发丝都变得更加轻盈灵动 阵阵带风了 这款洗发水 坚持植物原生提取 自带海洋香 温和的泡沫 不会伤害到头皮 且海洋水中的成分 能修复发丝 并且 除了让头发清爽蓬松外 用了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 这款洗发水 还有强根建发 润养发丝的功效 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精华 可以深入发心 滋养头皮 比如对头发健康 所需的酶 钾 钠 等多种微量元素 而且还含有 胺基神经鲜胺 能深入去修复发丝 及补充营养 让头发更加坚韧健康 有光泽 其中的独家成分 微早提取物 1631 可以不断给发丝和头皮 注入营养 提升毛囊活性 强化发质 和之前对比 看来我的发量 确实是变多了 刚好赶上这次 年货节有活动 又可以囤起瓶了 链接我放在评论区下方 有需要的小伙伴 可以买来用用 新年新气象 就从洗头开始 言归正传 头发对原始人来说 同样重要 大脑没有脂肪 隔热层的保护 一旦被紫外线 照射得久了 也会有致命的威胁 英国拉夫宝大学的科研人员 曾针对头发 做过一个实验 结果发现 头发越蓬松卷曲 越能够有效隔绝太阳辐射 减少水分散失 像非洲人受气候环境影响 普遍具有蓬松卷曲的头发 当然除了隔热外 头发的保留 或许也是一种审美的选择 毕竟因为两性吸引 而产生的特征差异 在许多动物身上 都得到了体现 类似的 在人类体毛特征减少的同时 男性更偏爱体毛较少的女性 女性则更偏好 胡须浓密的男性 一头清爽蓬松的秀发 也是每一个人 不可缺少的社交名片 此外还有水源假说 一些学者认为 人类的祖先 最早是像海豚等哺乳动物一样 主要生活在水里 为了行动方便 体毛就逐渐退化了 而头发之所以能保留下来 是因为 它们还会时不时地 将头露出水面 让头皮直面阳光 显然也不行 于是乎 头发就得以保留了下来 感谢观看 再次看